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吃飽,我是Yuna 是丁娜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我們的大學生活 今天我們收到食品設備長的邀請 要來開箱他們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在收到這些東西的同時 就讓我們回想起我們的大學生活 為什麼會想要大學生活? 主要是因為這些我們要開箱的美食 都是如果我們在大學宿舍裡 令會囤起來吃的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是大學同學 應該知道吧? 但我們是不是沒有在影片裡面講過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邊開箱這些東西 然後邊跟大家分享我們大學做過的程式 那食品設備展呢 所有是吃貨的大家 一定要去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美食聖典 Yuna去年就已經參加了 不好意思喔,就先參加了 專業吃貨 這次有幾百家網路的美食有餐展 然後你就去那裡就是可以白吃白喝 就是你用爽吃爽喝爽拿 他還會有一些什麼異國美食啊 或者是新奇的美食 就是你沒看過的 可能是他剛進台灣 或者是台灣剛新奇的那些店 我們的下方資訊欄有免費鎖票連結 你要先把影片看完 猜一下去點喔 你要看我們吃了什麼 然後去那個攤位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來吃的是老媽拌麵 老媽拌麵是我近期的新華 那他最近新出了一個口味叫做 香菇炸醬 就來吃吃看 香菇炸醬它拌起來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它的麵條是粗的 它香菇味道蠻濃的耶 它很像你在好吃的小吃店會吃到的炸醬麵 它的麵是台南的館妙妙 我非常喜歡吃這種麵 因為就是很Q 然後配上炸醬 我覺得它可以吸到炸醬那個醬汁 這個呢好像之前有票選說 全球十大必吃的快煮麵 它是第七名 它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喔 是不是 我超愛吃它的淡淡麵 好吃到炸 真的是好吃到炸耶 對啊 為什麼可以把 花椒 麻醬 芝麻融合得這麼好啊 那我們兩個 對對方的定義印象是什麼 因為我想要進大學 一年級的造型以及髮型 欸好可愛耶 還有那個眼睛 那時候就覺得它是一個書白子 對Yuna的定義印象好像就覺得它很熱情 因為我的個性呢 是比較慢熟類型的 比較害羞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礙於我的室友 沒有外文型的 沒有外文型的 他不知道去哪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需要找一個e-call你知道嗎 然後他剛好住我對面 想說啊很快認識一個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第二個東西 打包包式 他們新推出的口味就是這個 麻婆豆干包 豆干跟九層塔融合得蠻好的 我很喜歡它裡面放九層塔 因為我覺得那個香氣整個就出來了 它麵皮很好吃 而且我很怕包子吃到那種很乾的包子 它不會 那打包包子還有一個蠻好的地方 是就是它裡面都不會加任何的人工啊 防腐劑啊 化學的東西 那我們要來分享一個我們做過醉窗的事 大學的時候我們就有在演戲嘛 就是素營的時候都會演戲這樣 對 那時候我記得是給新生看的戲 我們在那個地方非常愛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要換場 我要上台 然後我就從這邊下來 然後呢要從這邊回去的時候 我會這樣子很大力又很趕 那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就是每天都在做一些小蠢事 但好像沒有真正的一個 我要講 好你可以講 就有一次呢 我就是在instagram上面發了一個文 反正那天我好像看了某一個表演 然後我就有一個hashtag 就是寫說 看完了可是明天要考哈利波特 然後這位小姐在下面留言說 我還要考哈利波特 一個字都沒看 接下來這個真的是我自己超期待的 拉提莎的爆奶蛋糕 拉提莎手工泡芙甜點專賣店 它這個是用北海道的石聖奶霜做的 好好吃喔 因為它中間又有多一層奶霜 我覺得好好吃 整個蛋糕的奶味很濃郁耶 大家都很好奇說我們有沒有超過醬 喔 不好意思大家 我們從大學到現在 都沒有超過家 我們沒有在唬爛 可是是真的 真的 就是我覺得是好朋友 互相的一種默契 就是如果我知道他已經在不爽了 我就不會想要特別跟他吵架 你不會再去踩他的點 因為你知道他的點就很熱 你就不會特別去踩他 好像有些好朋友 他們是會大吵之後 然後還是可以很好的那種欸 其實我蠻不解那種感覺 太空起司三入組 各位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耶 我覺得很期待 我還沒有吃過 它就是太空起司 然後呢它是做真空處理 是100%的起司 裡面絕對沒有添加任何的人工的東西 他們是說適合生酮飲食 就是你可能減肥的時候可以吃 它有三個口味 一個是切打起司 一個是高打起司 另外一個是 胡椒捷克起司 現在我們味道有點像是那個 齊多 對 很像齊多 很像齊多 你可以把它放在沙拉 或是濃湯裡面的 單吃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太濃郁 但如果配一些東西 我就覺得應該會很剛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 胡椒捷克起司 這味道沒那麼濃郁 對然後它有點胡椒的香氣 就是有點辣辣的感覺 胡椒的好吃耶 還不錯 我有吃到有點胡椒的香氣 但是它不辣 它很像披薩的味道 超爆香的 像我們要吃高達的起司 喔 它有奶味耶 對 嗯 然後真的是奶味比較重 這款是比較柔順一點 不會像第一款的切打起司 那麼濃郁 我比較喜歡後面很快 那我們最後要給 還是學生的人一些建議 我覺得交一些真心的朋友 因為 那很重要 因為你出社會很多就是同事 可是同事很少交心的 而且不再像學生時代那麼單純 我們現在會聯絡的朋友們 都是我們的大學朋友 就是我們有一群都很好 然後大家就一起吃飯啊 一起跨年 就一起做一些我們很想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是 大學院最幸福的事情耶 那最後我們很謝謝這個食品設備展 提供我們這四樣網路上的人氣商品 如果大家對以上我們開箱的這幾款人氣美食 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在11月16到19號到南港展覽館 一樓和四樓去大吃特吃 除了有食品設備展之外呢 還有國際茶酒咖啡展 所以你可以吃完了之後呢 我們也會抽獎給大家 然後抽的禮物就是 我們剛剛吃的那些東西 詳細的朋友的方法呢 請看下面 那我們下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